大家看到我嗎?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你們到底是否在這 今天我這間小店 這個新心靈 抱歉 又說一次 是最有愛的新心靈社區中心 今天的WIFI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一天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是很害怕 但似乎好像 好像可以嗎? 有沒有人進來? 雖然我偷步了兩分鐘 有沒有人進來? 我看到Facebook出了 FORUM IS LIVE NOW 即是有 有眼仔 OK完美 Hello Eric 你好 最喜歡見到你 好 因為我正在用電話DATA做 我真心不知道它熬了多久 不是我沒有戲說的問題 不知道它熬了多久 聲音可以嗎? 還有請問大家 聲音是怎樣的? OK吧? Chan Mei Yi 好的 完美 好了 今天只是兩個話題 抱歉 因為說了 一個就是 血糖背後 除了是你吃的東西之外 還有些什麼 大家小猜不到 很大聲 真的 Oh good 即是我的靚咪是有用的 好了 我想說 大家都知道 我講了幾年了 其實 就是 我們的一個情況 我們的一個身體情況 其實好像金字塔一樣 是四面構成 沒有聲音 Eric就說很大聲 Yolanda就說沒有聲音 我現在怎麼辦 我怎麼理解這件事 有沒有人聽到我說話 大家 給我一點反應 我到底是有聲音還是沒有聲音 還有 我為什麼臉這麼紅呢 我昨天去買了海藻直針回來 然後自己拼命地搓 到現在 我是 你看到嗎 粉紅豬 但是 假設過了幾天之後 就要給我剝殼雞蛋 Yolanda 大家都說有聲音 只有你說沒有聲 我就相信他們 OK 可能電腦還沒有開聲 Kensy也說聽到 OK 好 今天兩個話題先 上集講了兩個小時 今天就 剪短一點 不是因為我不想講 因為我現在還在店裡 第一 第二 第二 就是 我不知道這個信號可以保持多久 所以今天就要快講 好嗎 第一個是說血糖 剛才所說 其實我們知道情況 好像金字塔一樣 你整天只要專注於一面 金字塔的一面 我拿個金字塔出來 當你只要專注於 金字塔的其中一面 就是 我只是想知道我的物理狀況 那我就戒糖 我就生酮 那我應該 血糖就不會有問題 那 但這發覺其實不是的 我有客人跟我說 其實他生酮了有成年了 但他血糖一直都下不了去 那其實就是這個物理層面 還有另外緊接著的就是情緒層面 那果然我今天想講的就是科學怎麼 印證其實我們的情緒 是會影響我們的血糖的 OK 而背後還有什麼 能量層面 能量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能量構成物質 Energy creates matter OK 那這個能量層面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麥倫 經絡 和月位 你猜在中醫的角度 你的血糖跟什麼有關 跟皮 皮做血的 所以你的皮功能 你的肝功能 是不是跟你的血糖有直接的關係 五臟六腑 加上任督二脈 在內的十四經絡 都跟你的血糖有關 最後去到靈性層面 所以當你的身體出現一個狀況 你只focus在一面 你就真的會傻豬豬不斷地吃藥 吃藥和吃藥 我今天想說的是 其實你的血糖是有情緒原因在 大家聲音都很清楚 不同步的事情我真的sorry 因為都是那句 我們正在用一個很原始的方法 Janice 今天這個題目適合你 我們一起聽好不好 我們其實血糖背後的誘因 是有情緒這件事的 你可能覺得中醫也講了很多年 中醫的確是講了很多年 因為他一向都說 其實情緒和經絡是有直接的關係 經絡又和什麼有關係呢 就是和我們的狀腑有關係 狀腑就是我們的內臟功能 是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掩討這個題目 用科學的角度 大家如果底論人很喜歡用科學的角度 也都認為只有科學能夠解釋到 好了 我現在就講一點給大家聽 就是我們叫做心理應激 心理的反應的那種反常那種很急的 那種連鎖的反應 是和異形糖尿病的發病有關的 那什麼叫異形糖尿病呢 就不是天生的 胰臟功能出了問題的那種糖尿病 即不是乳生俱來的 是你大大下才慢慢發生出來的 那種糖尿病 就是和這個情緒有關的 到底哪兩個機構曾經指出過這件事呢 就是美國的史丹福大學 我其中一張就是Stanford的 就是和這個營養學有關的 那史丹福大學在2016年 曾經發表過一個調查研究 結果顯示 心理復原能力較差的人 抗壓能力較差的人 離患異形糖尿病的風險是增加的 那這個就是2016年 美國史丹福 那歐洲呢 荷蘭就是我的真正的祖家 就格蘭羅寧根大學的研究人員 都有發表過類似這樣的一個研究報告的 那是對一個叫做世界精神衛生調查 的數據加以統計 他就發現原來衝動 控制能力比較差的人 就是人比較衝動 控制能力比較差的人 離患這個糖尿病的風險 也都是更高的 那上面兩個研究的結論呢 就是代表異形糖尿病的發病 很可能 當然你知道科學不能夠有一個 我們叫做很直接的 因果關係的確立 但是很可能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當時如果你吃很多 粥粉麵飯 令到你血糖暴升的食物當然有關 但如前所述 有些客人明明已經生酮了 甚至輕斷食了 但為何還是血糖降不到下來呢 早上空腹肚肚 都說十點多 十一甚至十二 明明已經生酮 明明已經是輕斷食了 為何還會這樣呢 除了是飲食方面 原來跟其他的因素都有關 包括什麼呢 當你生氣的時候 暴露的時候 是會引起你神經系統的異常 導致我們應急反應 它會影響什麼呢 就是影響你的神經系統 內分泌系統的功能 包括有什麼分泌會受到影響 就是去夾腎上腎腎素 疑狀的高血糖素 腎上腺素 腎上腺皮質純等 這幾個分泌 都是會誘發血糖升高的 而它們都是因為什麼東西 會trigger到它們 誘發到它們的分泌 就跟情緒有關 再說一次 當你生氣的時候 暴露的時候 會引發神經系統的異常 推動什麼的分泌呢 就是去夾腎上腺素 移膏血糖素 腎上腺素 腎上腺皮質激素等 如是等等 這些全部都會令你血糖升高 那好了 剛才說的這些分泌會令你血糖升高 那背後有哪三種情緒 我不會叫它負面情緒 我會叫做是我們人本身正常的情緒 但你會發覺 情緒當你壓抑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會令到你的默輪 塞了 而默輪就會進入黑暗面 那大家剛才有沒有聽到呢 說的那些都是令到你生氣的 生氣這個情緒 跟什麼默輪有關呢 就是跟太陽輪有關 太陽輪管什麼呢 管我們的胃經 脾經 肝經 三朝經 OK 那這些會管什麼功能呢 就有你的胃 肝膽 皮 腎上腺 胰臟 都是隸層於 太陽輪管的 所以你現在見不見這個關聯 為什麼你生氣的人 經常生氣 而他可能生氣他不發出來 因為公司他不可以對老闆發脾氣 他不可以對同事發脾氣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他的工作 變成塞了默輪 而這個能量就沒有辦法 由你的太陽輪 下到去剛才所說的 胃經 皮經 胃 胃 膽 神 和這個 三朝經 OK 對了 那些什麼人呢 有哪些三種情緒會令到我們的太陽輪 令到我們的皮經 膽經 腎經 肝經 肝經 和三朝經 會出現問題 第一個就是很抑鬱 這個抑鬱 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的研究顯示 糖尿病和抑鬱症 是有生物學的相關性的 例如皮質醇的分泌敏亂 即經常說皮質醇 經常說腎上腺功能 它和胃肚素左抗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當你壓力長期都很大 你壓力很高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的血糖是真的降不下去的 而抑鬱症和皮質醇的分泌敏亂 和胃肚素左抗也是有史糖尿病的併發症的原因 所以大家在臨床上會留意到 抑鬱症和糖尿病的病患自殘 和自殺率相當顯著提高 所以我們要留意 第二就是煩躁焦慮的人 焦躁暴露的人 經常莫名焦躁不安 亂發脾氣的人 血糖控制都會比較差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已經在說 你的太陽輪已經塞到一個地步 它已經無法自我調節了 那些人往往 你看到它暖發脾氣 焦躁不安 其實它的前身往往是什麼呢 就是它控制了太久 它壓抑了太久 現在去到太陽輪自己要不斷爆出來 它自己要釋放了 所以去到你的人已經無法控制的狀況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之前的過度壓抑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當你上班 令你很生氣的那個 的確是你老闆 而你不可能發你老闆的脾氣 不要緊 你也要換一個方式 去把它釋放出來 譬如你家裡的飛鏢把 就放你老闆在上面 然後回家訂飛鏢 你覺得好像很壞 但其實你把那個憤怒 放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你也是壞的 你對自己壞 其實你把飛鏢放在老闆的照片 扔飛鏢 你不是真的會傷害到它 你只不過是要把那個情緒宣洩 打小人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但是要浪費錢 我當然是教大家不用錢的方法 就是一個飛鏢把 放在老闆的照片 或者放你最討厭的人事物在上面 然後扔飛鏢 你需要的是那個宣洩 並不是真的有一個意圖 想去傷害那個人 當我們覺得 我這樣做是不是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想說 我們如果要傷害到那個人 我們真的要有那個意圖 加上他的樣子 或者他的生物特徵 或者頭髮指甲那些 然後再加上行動的配合 但我們現在其實是缺少了意圖 我們不是真的想傷害他的 我們只不過是我們的意圖很清楚 就是我想宣洩 老闆今天對我說的事情 我很生氣 我要宣洩出來 是這麼簡單的 有些人他未必需要 飛鏢把 他未必需要放在老闆的照片 他就這樣扔飛鏢 我都覺得很洩忍的 又或者說你可能 家製一個大鋼筋 那個鋼筋是給你打的 給你中的 也都可以 或者有些鬥袋 或者有些臨自自 好像啫喱狀的東西 給你不斷捏 目的是我要宣洩 但我的宣洩是什麼呢 我要有針對性的宣洩 我想起哪件事令我很生氣 然後我直接把自己 重新經歷過那件事一次 然後我在那個場景裡 去罵 去扔 然後去拿那個豆袋 那個啫喱袋 去幫助自己釋放那個情緒 你要有針對性的 而不是 總之我無尼拉肺 總之我亂發 到底發的是什麼呢 針對什麼事 你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明確的目標可以是那個人 因為如果那個人 你想起他就已經無名火起的 那你就用那個人 但如果那件事令你很生氣的話 你去回那件事裡去處理 明白嗎 我經常都說 大家不要用今天的自己 去訪定昨天的自己 或者訪定30年前的自己 當日的自己是怎樣經歷那件事 就如常這樣去經歷 去回當日自己的高度 去看回那件事 到底當時的自己 經歷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見當日經歷的情緒 重新去感受一次 OK 這樣才能夠有個真正的釋放 OK 還有 還有 還有一種情緒 第三種就是 即怨不滿 當你無法和人有效 溝通 互動 OK 然後你無法排解自己的敵意 當中的誤會的時候 你變得職怨和不滿 就會越職越深 OK 這一種的屈結 聽清楚 心中的職屈 這種怨氣會傷害心血管系統 為什麼會呢 因為心輪阻塞 很簡單 心輪是負責心經 心包經和肺經 所以當你心輪有阻塞的時候 皮膚都會出問題 譬如會爆濕疹 會出風爛 甚至我有個客人 下一集會做我的嘉賓 咦 不是啊 下一集嘉賓 先想清楚 有一個叫Lily的嘉賓 他就是清理的時候 出現面癱和喪出風爛的情況 因為心輪阻塞了太久 心輪阻塞是因為 沒有辦法和人有效的溝通和互動 即是用家庭排列的角度去說 就是沒有了愛的交流 所以你看到在科學上面 都印證這件事 你心裏的積鬱 積怨是會傷害心血管系統的 因為沒有辦法 心輪沒有辦法供應到 給心經、心包經和肺經 所以我經常有個比喻 就是當你失戀的時候 你很不開心 你很難過 你發覺心口硬的 心痛的 心口拿著 不舒服的 你去找個心臟專科醫生 他出心電圖 他不會出什麼出來的 他會說 沒事 你說不是 醫生我真的不舒服 我真的偽著 但醫生都會跟你說 你真的沒事 心電圖沒有東西 顯示出來說你有病 因為醫生在說的是 生理 是物理系統 但是我們說的是能量系統 是兩個不相關的系統 例如你叫西醫去印證有沒有經絡的存在 或者有沒有穴位的存在 他不會印證這件事的 因為不是他的系統裡面 是完全兩樣不同的東西 根本就是外星畫的樣子 你明白嗎 但是不是代表就是說 我只是透過物理層面 透過食藥打針 我就能夠將這一種的鬱結 清理它 並不是 當你有很多的悲傷 在你的心臨裡面 積住了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釋放出來 你就會沒有辦法 跟別人溝通 你沒有辦法 跟別人有互動 有愛的連繫 就是既然你的心臨越來越塞的時候 你的心經 心包經 和你的肺經 都會受到影響 你的身體自然就會出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說的是一個連鎖反應 所以其實我們說的是 有糖尿病的人 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還有這個糖尿病 你發覺它的血糖 就算透過食藥都沒有辦法控制 其實你真正要看的 就是我們背後所說的能量系統 因為能量構成物質 所以大家不要單一 很片面地 只是用一個角度去看一件事 因為金字塔不是只有一面 它有四面 所以我們說的是 我們要知道的情況在哪裡 為什麼會這樣 而我這幾集都有講 我有嘉賓上來分享 清理物輪之後發生什麼事 我剛才有講 接下來的嘉賓Lily Lily她在清理過程裡 出了很多身體反應 爆到現在 我想整個月了 她都未爆完 因為馬上太多了 OK 所以當你清理乾淨了你的物輪之後 其實下一步 你可以就你的健康狀況 直接去問你的高額 到底我的身體問題出了在哪裡 你告訴我我的問題在哪裡 我怎樣解決 由你的高額告訴你 當然你的高額告訴你 你做參考 你不可以當你的高額是醫生 因為你的高額 不會有一個肉身去幫你打針 寫Prescription給你去拿藥 所以你可以照樣做你的 食藥打針提醫生 沒有問題的 你的高額會給你一些參考 是很有用的 就是你的身體哪裡出了什麼問題 你怎樣處理 OK 但你記住 你一定要先清理麥輪 你清理麥輪之後 你才能夠很有效地 將你自己回復最乾淨 最本初的狀態 那你就真的 所謂通醒 你覺得你好像裡面的管道都通了 那樣 你的身體功能 亦都能夠得到 一個很正常的運行 OK 好了 現在我們第二個話題 就是我們會講書俱來 OK 大家 之前不是跟大家講過 有書俱來給大家看的 我有兩條的 OK 一條細 和一條大的 OK 這一條就是細的 大家看到它 這些就叫做肉化了的書俱來 OK 大家準備了轉話題了 OK 你看到它沒有那麼實色的 好像 有一點點透光 OK 我這裡沒有打燈 但這個就是 我沒有用專業的打燈 給這些水晶 這個就是肉化了書俱來 OK 然後還有另外一條 另外就是這一條 OK 你看到一大一小 兩條 OK 看到嗎 書俱來有不同的顏色 有一種就是 他們大陸就叫做 王家寺的顏色 然後有一些藍色的部位 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有一個藍色的 我找一下它在哪裡 看到嗎 有藍色的 看到嗎 OK 然後有不同程度的顏色 然後有些櫻花粉 這樣 OK 那書俱來 我知道大部分的香港人 買水晶的時候都很關心什麼 它有什麼功效 OK 大波波書俱來沒錯 就是它 OK 我簡直想把它放在咪前面 會不會出現怪聲 不會是吧 OK 大家看不看得到它呢 是不是很帥 OK 然後還有一條小的 OK 巧漂亮 我也覺得是 我呢 是想了很久 因為我本身 其實不是特別喜歡 書俱來的 我特別喜歡 是真的 我不是特別喜歡 書俱來 但是我看到這條 很大顆 我喜歡大波波的 那這條是17 還有它有不同的顏色 OK 好笑的 有一個色水晶的人 我發給他看 然後呢 它猜它的價錢 是它的三分之一 OK 它就說 因為覺得是入息的 覺得不是真的 幸好 我的供應商 就是 是 很 信心保證地 它說 你拿去驗 你拿去化驗 如果我任何的造假 入息的話 我賠錢給你 沒問題 是的 因為我的供應商 我長期跟它拿貨的 我自己也買不少 還有我店裡很多水晶 所以它是不會 就是說 為了賺你少少錢 就會得失一個長期客戶 就是說 如果你說你自己 不認識那個人 就這樣在街上買 那你也會怕它騙你 但是我那些 因為是長期合作的 所以我就不擔心這件事 是的 買了回來 我都沒有後悔 的而是真的好美 我喜歡它 不是整條的顏色都一樣 而是有不同的深淺 還有有不同的顏色 這個Pentone 我們叫做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我很喜歡 典型的香港人就會問 就說 那書有什麼用的 我讀一個英文版本給大家聽 好嗎 即是呢 書居來呢 能夠呢 幫助 幫助我們的靈性發展 OK 跟著呢 幫助我們有這個通靈能力 跟著呢 教我們怎樣 如實的生活 和相信我們的第六感 OK 幫助我們有正面的思考 把我們的悲傷 傷痛 能夠減輕 你聽下去 如果熟悉默論的人 就知道他在說什麼 其實就是在說 微心論 大家留意一下他的顏色 的確就是對應 微心論的顏色 就是紫色 OK 好嗎 OK 微心論 你會發現很多人都塞 OK 為什麼微心論很多人都塞 你會發現 其實在默論的角度 其實沒有所謂的抑鬱症 或者是焦慮症 其實就是 微心論的失衡 和底論的失衡 當然微心論 嚴重地塞 好像一個Harddisk 中了Virus 這樣 OK 的時候 黑暗面 這個微心論 進入黑暗面 還要是很高分 塞得很緊要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到 睡不到睡 OK 就算被你勉強睡到 很多人都是失眠 多夢 然後睡得很淺 睡了等於沒有睡 甚至是很難睡著 那個人喪轉牛角尖 然後那個人變得很陰暗 甚至有自殺傾向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微心論之所以塞 是一個原因 就是你沒有面對到事實 你沒有照見真相 而書俱來 它是幫助你的微心論 能夠打開 幫助你能夠感知 其實我們是有直覺的 我們的直覺就是 我們高我的聲音 你高我一直想跟你聯繫 一直想說話給你聽 但是如果你的微心論 塞了的時候 你真的聽不到你高我說什麼 就算他講了 你的理解都會是相反的 你發覺有些人會說他的靈性 即是他那個 所有的直覺是會善他的 其實不是他的直覺 他的高我善他 而他進來之後 他將整個訊息 逆向了 我們叫做一個switch 就是我們幫客人做這個 經絡平衡 我們會檢查他有沒有switch 這些東西是相反的 明明正面的東西 就變了負面 那個人明明對你好的 但你覺得他害你 或者你覺得一個好人 但其實他害你 他害你 但其實那個好人 這些東西全部都掉轉了 他覺得他看人很準 很厲害 但全部都錯了 就是燈神 有些很著名的KOL 就是這種情況 其實他的微心輪 是進入了黑暗 OK 就是被一些事情 過去發生了的事 他沒有面對到的事實真相 所以就黑了 OK 所以其實你說switch 他的能量很強 因為的而且確 這是事實來的 還有為什麼他會這麼貴呢 因為其實全世界都很少地方出產 OK 而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已經絕了產 所以 變成是真的買少見少的 OK 其實大家都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其實 大自然界的礦產 它經過要 是以億萬年計 才能夠形成 所以的而且確 是真的會越挖越少 還有挖了 那個礦沒有了 就真的絕礦了 所以 蘇驅來 為什麼會這麼貴 是one of最貴的礦石 就是因為 它本身產量很少 還有很多礦已經挖到沒有了 就是所謂的絕礦了 但是是不是代表 就說 不會將來再找到其他地方有 未必的 OK 可能將來挖挖一下 那裡有個新礦 那裡有個新礦 但是舊底那些 已知的礦 是真的已經絕了 所以它價值會這麼高 還有它也被奉為三大療癒石之一 就是療癒什麼呢 就是我們對世界的覺知 我們的第三碼 我們的微心靈 就是我們怎麼感知這個世界 我們怎麼看這個世界 怎麼看自己 怎麼看我們過去發生的事 是的 所以很多人說 戴了蘇卡拉之後 好睡了 這樣 其實可能你本身的微心靈 不是黑的 它只不過是很弱 那你戴了下去之後 因為它是微心靈的石 來的 所以它補充你微心靈的能量的時候 你的確就會覺得 好像看東西清晰了 OK 這個可以有一個literal sense 真的對眼看東西明亮了 清晰了 也可以是你的視覺 你的視野變得寥闊了 也可以是這樣的 但是你知道 其實這個是因為它 對應微心靈的意思 OK 那如果你微心靈本身 已經進入了黑暗面 還要很黑 很濕 很高分的話 你戴了它 它未必能幫到你的了 明白嗎 所以很多 我試過有些客人上來 他就說他想買水晶 我就說其實你買水晶之前 不如你先清乾淨了 這個更加實際 你清乾淨了 OK 你麥倫通回 你內在管道通回的時候 你帶什麼水晶 不用這麼貴的 你帶紫水晶 或者是紫李輝 或者是紫雲帽 便宜很多的 都能夠可以幫到你的 是不是一定要這一種石的 而其實我之前都有講過 尤其我面對面 在這個最右外的新心靈社區中心 都有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任何的水晶 它是最老的老師 來的 它最有智慧的老者 OK 因為地球形成 最初它已經在了 OK 它來到你的生命裡面 是你高和的安排 來的 它帶有一個信息 來到這個世界 來到給你的 OK 那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清理它 我們要橫跨四個層面 OK 物理的清理很簡單 鼠尾草 淨花噴霧 陰叉 蠟燭 那樣 但是它裡面有一些情緒的記憶 就是可能之前幫它打磨 豬仔的人 挖礦的人 OK 它們有沒有憤怒的情緒在裡面 日以繼夜的開工 很累很辛苦 它拿著它的時候 它有一種情緒的轉移 那個需要清理 能量層面 它儲存了什麼能量在裡面 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對你有益的還是有害的 OK 甚至去到靈性層面 有些人就說 帶了東西之後 覺得是撞鬼的嗎 有沒有聽過這些例子 OK 最出名的例子就是 Hope Diamond 就是那顆希望之鑽 希望之鑽 那顆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Hope Diamond 就是希望HOP Hope Diamond 或者是希望之鑽 你可以看一下 它所有經手的人 都很嚴重的 都發生很多 哇 死人啊 塌樓啊 撞飛機啊 撞車的事件 為什麼個個經手都是這樣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靈性的層面 一種就怨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買水晶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 你買那條會不會有這樣的東西 對於我們不希望有 但是不代表一定沒有的 OK 所以你很幸運的是 它裡面沒有什麼 OK 但如果你不幸運 你馬上買一條水晶回來 裡面是有很多的負能量 譬如 幫他做拋光打磨那個人 破產的 或者是 他在經歷離婚的 那你吸收了那個能量 轉移到你的 你的經濟就會受影響 你的感情世界 感情的美滿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呢 我們說 當你有這個水晶來到你身邊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全面的清理 是的 清理是很重要的 而啟動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 令到他知道 他現在來到 他要服務你了 OK 換醒他的能量 他的 energy 啟動他 OK 令到他本身在一個睡覺狀態 去到 開工的狀態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叫做什麼 就是連結你個人 連結你個人 就是這一條鏈 以後他只是服務你一個人 可以宣誓這樣 OK 我可以現場給大家看的 就是任何人問他 要帶他回家 或者說 我可不可以跟你連結 你幫我好不好 他會說No 在你面前做給你看的 但當主人問他的時候 他就會說Yes 是的 這個包括我們的麥倫水樽 我們都做這件事給大家 所以你不是隨隨便買了之後 有沒有用又不知道 裡面有什麼負能量不知道 大了會不會發生什麼負面不好的東西 你又不知道 我們這裡所有的水晶鏈 水晶的麥倫水樽 全部都會做這件事 就不是說 就這樣當一件貨物出門 既不退換 我們會令到你可以親真見到它 它已經回復最乾淨 是的 它的能量水平 由可能只有10 20 去到最高100 它連結了你 任何人問它 它都不應機了 OK 跟著 它不會有任何你不想要的訊息 儲存在裡面 OK 而去到最後 剛才一開始 我們有說到 它來到你身邊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帶著 OK 我們會問你的高額 將這個訊息 下載下來 告訴你 也會將它 在這個石裏 啟動了 令到這個訊息 可以開啟 你帶著它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做那件事 那個訊息 可以是短期的 就是之前那一集 我們都說過 有一個客人在經歷離婚 OK 那一個老公說 那麼多人死不見你死 我以前最後悔的 就是和你結婚 那我的訊息就說 你要令到它 啟動它 是可以 保護到這個 大水晶這個人 OK 那我試過 水晶我下載下來的訊息 是風誠 Abundance OK 或者是愛情 或者什麼 是相關的訊息 但是那個訊息 當事人一定 是覺得 嘩 好認的 即是嘩 簡直是 嘩 簡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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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簡直是 嘩 簡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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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老師 而那個訊息 如果高我 是一段時間的 之後 我們可以 再清理訊息 重新再下載 一個 或是 或者說那個訊息 你本身覺得很喜歡的 那你就一直保持住 都可以的 總之 我們這裡所有的水晶 我都會包 幫你 做個清理 連結 和啟動 OK 而下載訊息的部分 就是大家 看自己有需要 就算你在外面 買了其他人的水晶 我也不介意 我也可以幫你做 剛才說的幾件事 OK 而我們知道 我們醫治自己的 那些 我就會幫你做 好不好 那今天呢 先說到這裏 因為呢 so far so good 沒有斷線 但我們都有點擔心 所以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裏 好不好 那就下個星期二 再見 下個星期二 就會有嘉賓 好不好 拜拜